二战结束后,在中国获得最好的一批日本人,甚至有日本人当了军官,多数抗日剧里的日本军人虽然大多数都由中国人来扮演可是每当看到日本军残害中国人时,多数人还是气得火冒三丈,恨得哑哑哑。 毕竟,这些画面和镜头会让我们联想起,当年日本人对中国人做过的种种罪行抗战八年中,多少中国人惨死在日本人的刺刀下,又有多少人被日本人残忍的折磨至死。 其实,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也俘获了很多日本战犯,可是在战争结束后,这些罪孽滔天的战犯的都去了哪里呢?他们是否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呢? 在日本签完投降书后,按照国际法这些日本战犯,应该逐一地接受惩罚,则需要根据不同的官刑和级别,把他们交到不同等级的军事法庭进行审判。 级别高的可以交到国际军事法庭级别低的,可以交到受害国的当地军事法庭,可以说无论是哪种级别,这些战犯都不能逃脱惩罚到。 可是事实上,中国境内的日本战犯,非常幸运他们,不但没有被军事法庭审判治罪,很多人还被无罪释放后,当起了当时国民政府的高官,那么为何他们会侥幸逃脱呢? 为何这些日本战犯最终可以安然无恙地,站在中国的土地上荡起了中国人的官,这所有的一切还要归功于当时的国民政府,都知道当时的国民政府是全靠美国,人撑腰的。 如果没有美国人的帮助和各种资金支持那么,讲的国民政府估计早就垮了台,而在二战后国际局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二战同盟军早就各怀鬼胎,打起了各自的小算盘,特别是美国和苏联。 这两个大国从早期的联合抗日,逐渐走向了对立状态,其实,这就是典型的一山不能容二虎。 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中,二战中战半国早就粘了世界格局,基本被美国和苏联化分成了两派,而在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中,早就有了到不同不相为谋的探视。 最终谁先出手,就看谁做出的准备更周全了。 美国面对这种局面,早就把苏联看成了自己的最强劲的对手。 为了达到后期对苏联的遏制美国,开始了对亚洲地区的重新盘算。 而这个最大的棋子,就是日本虽然在二战时期,美国的两颗原子弹,把日本收拾得服服贴贴的。 可是,要让日本战后也听自己的话,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扶持日本最终,用日本这个跳板来监视苏联的任何举动。 并且国民政府同样也在美国盘算的计划之中,自然这两个棋子都要听话不能内乱。 就这样国民政府,为了取悦于美国,自然就对日本战犯重新处理了。 在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重新处理后,还对其中有能力的人为以重任。 那么这种以德抱怨的做法,是为什么呢? 这就要归因于国民,政府自己的算盘了抗战结束后,国内形势发生了极具变化国,共关系。 日益紧张,从联合抗日逐渐演化成双方的内战。 这时候的国民政府眼里,早就把对方当作自己最大的敌人了。 为了能达到对我党的全面遏制,国民政府不惜把日本战犯,当作自己的对付我党的军事。 日服掌握了大量军事,人力,技术资源。 谁对自己待遇好,就会为谁为谁服务释放一些重要的日本战犯后,从他们身上吸取一些这么多年在与我党的对战中摸索经验和方法。 当然,这些日本战犯还是非常卖力的,甚至还写出了大量对抗我党的军事理论和战争策略。 也许这些日本战犯背地里还在偷着乐园来,他们可以不用自己动手,就可以让中国人自己对付中国人在国民政府内部。 他们对待这些曾经对中国人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战犯很是有礼貌因为,对他们来说搅供才是第一位的此时什么战犯不战犯的都不重要了。 光是智囊团,军师还不够。 原将军就曾经从释放的日本战犯中挑选出最具有战斗力的合作战经验的三千多名士兵,把他们组成六个部队,用来专门对抗我党中的精锐部队。 可以说在日军投降之时,由于在华北除第二战区的严军以外,几乎在无拥有战斗力的国民军,同大部分日军对峙的是我军颜色感,依靠山西军独自的实力抵抗我军,确保整个山西是困难的,因而曾千方百计地要求日军的残留和合作。 这完全就是把抗日战争重新引入回来了日本军,再次找到了残害中国人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却是中国人自己给的如今日本的右翼势力,还在一直否定对华的侵略战争,甚至否认南京大屠杀,甚至否认曾经对中国妇女的一切所作所为。 这很大原因在于日本人的本性可是,还有一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他们曾经得到中国人的以德抱怨的待遇吧,甚至于现在的日本战犯还在被日本人供奉。 参拜可以说,他们曾经犯下的罪行仿佛早就被日本人忘记了,可是中国人却一定不会忘记,纵然他们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 但是历史不容改写,日本战犯的罪行早就刻在了中国人的心中参考资料,日本投降后的战俘,战争结束后如何使用日军战俘。